这就是师父告诉大家 要懂得十二因缘 就是从无名 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通过行事 明色 六路 接触的触 然后受爱 取有 生 老死 形成十二个因缘的环节 都是连续在一起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非常不明白到了这个世界 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世界之前 你就是无名无耻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的无名 不知道 你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和恶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善的恶的 无名产生善与不善的 行为 然后再接下去呢 你开始有意识 你开始准备投胎 投胎之前 投胎之后 你知道 哎呀 我怎么觉得很温暖呢 母亲 吃一块冰淇淋 你在里边 冻的 像在冰山上一样 母亲喝一碗 煲汤 广东人喜欢喝煲汤 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 滚烫 因为有些人还喜欢喝 非常热的 那孩子就感觉到 这个投胎前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 慢慢形成了 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了 烟耳鼻舌生意 六种感觉器官开始 接触所有社会的一切 自己感觉了 冷啊热啊 听到声音了 然后呢舌头了 小孩子 肚子饿的时候 要吃奶瓶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哭得很厉害 这个牛奶还没弄好 这孩子就在哭 妈妈就拿个奶嘴啊 先塞在他嘴巴里 这孩子 这个舌头 一碰到 他就不哭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触 好了 触了 引起的 接触了之后 他就会感觉到 吃了东西之后 开心 笑了 小孩子 然后呢 苦的时候 没吃肚子饿 他会有感受出来 那么感受之后 慢慢觉得 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 特别的开心 爱欲 欲望都开始出现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爱 这种欲望都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追取一些民间 和人间的一些民事 和物欲 追取追取了 追取了之后呢 拥有了 就存在的 这个环境当中 我拥有他了 然后呢 再生出来 再生出来 其他的想法 我还要 我还要 然后呢 最后就是 人生终有一天 老死 实际上这就是 十二因缘 环节的一种 轮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